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,在密罗江边摆放着一双鞋子,这双鞋子的主人就是投江自尽的屈原。 历史上,屈原将全部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楚怀王身上,主张对内举贤任能,修明法度,对外立主连旗抗秦。 万没想到,楚怀王昏溃,被张仪三次欺骗,克死他乡,自己也遭贵族排挤诽谤,惨遭流放。 当楚国颖都被秦军攻破后,屈原悲愤交加,便于当日自沉于密罗江以身殉国。 同样的,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岳父双臂之一的《孔雀东南非》当中,有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。 说是在东汉末年,焦仲卿,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,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,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。 文中有这么一段描写,说,刘氏揽裙脱丝驴,举身负清池。 因为要被迫驾驭他人负,刘兰芝不堪受辱是挽起裙子,脱去撕鞋,纵身跳进了清水池。 除了这两个故事,再来看。 在一些古装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,我们也常常看到剧中某些角色因为想不开而投合自尽的片段,比较准确地还原了这一历史现象。 像我们都熟悉的《五妹娘传奇》中,尹德飞和五妹娘独处说话,然而一段时间之后,尹德飞就脱下鞋子,纵身跳入河中。 五妹娘把尹德飞的鞋子拿给唐太宗,告诉太宗说尹德飞是自杀的,没想到唐太宗竟然信了。 那么我们的问题也来了,请问古人投合自尽前,为何要把自己的鞋子整齐地摆放在岸边呢? 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? 这里的讲究还特别多,其实和古代人民的道德、信仰素质有关。 在古代,像屈原那样杀身成人,是一种保留了自身尊严的死法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死明治。 另外,鞋子就相当于一封遗书,告诉别人我是自行了断,不是被人谋杀。 这是因为古人非常注重个人的明节和操守,以赤子之身来到人世,自然是赤子之身面对死亡。 横死之人是不能够进入家族宗庙的。 如果是跳河走之,没有留下任何的证物,也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是他人谋杀。 如果你是地方官的话,在接到这个案子后,会把第一嫌疑人放在谁身上呢? 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,那牵涉的人可就多了,万一冤枉了他人,岂不是纯实一间呢? 自古道,盖棺是定,入土为安。 古人非常重视入土为安。 未免遭受鱼虾所食,留邪在河边,就是告诉别人自尽的位置,便于让别人据此快速找到尸体。 想当年,就是因为蜜罗江湍急,找不到屈原遗体,大家纷纷将饭驼投入江中, 喂的就是希望鱼虾只顾吃这些米粮,而不损伤屈子肉身,这也是粽子的由来。 最后,在聊斋之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,手拿着红袖鞋,战鬼挂, 也是简单说明了,鞋子在古代的另一种用途,就跟现在抛硬币一样,那就是占卜。 脱下鞋子,撇鞋占卜,以鞋子的正反和朝向定吉凶,直至得到满意的答案,然后投身入水。 无论怎么说吧,生命只有一次啊,古人们,你们也要真气啊。